钢梁在加工厂加工程段,桥面板在预制厂预制成型。 钢箱梁采用自行式液压平板车运输至施工现场。 运梁平车将钢梁运输至桥位下,利用两台400吨汽车调安装主吨位置钢箱梁。 通过连续千斤顶配合坦克轮华一就位。 四项千斤顶顶起钢箱梁,对钢箱梁进行精确定位。 安装桥面板 胶柱湿接缝 拼装并调式桥面吊机 桥面吊机起掉安装钢箱梁。 挂锁并张拉鞋拉锁至设计要求。 完成第一次鞋拉锁张拉。 安装第二第三段钢梁。 拼装大小龙门 安装桥面板 胶柱湿接缝 第二次张拉鞋拉锁。 依次对阵安装钢梁和桥面板。 搭设边跨配重短支架。 两台汽车吊就位。 将钢箱梁吊运纸支架之上。 滑移就位。 并分阶段安装配重。 先进行边跨合笼段施工。 再进行中跨合笼。 完成全部主桥钢箱梁施工。 安全风险分析及安全控制要点。 一、在吊机的底座, 未设置高度不等的钢垫块。 致使吊机无法调平整。 需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加塞钢垫块。 使吊机安装平整。 二、未按要求穿钢丝绳, 导致桥面吊机不能正常使用。 穿钢丝绳时需参照标准穿绳。 卷阳机、卷筒由上面出声。 三、吊点位置与梁重心不移植, 导致吊机失稳。 吊点未设置在横格板上, 导致钢香梁受力变形。 需合理计算出重心位置。 将吊点设置在重心位置及横格板上。 四、起吊速度过快。 超速运行容易导致吊机不稳定。 制动系统失灵。 可能导致吊梁失败。 虚加大对操作人员的教育力度。 选择经验丰富的人员进行操作。 安排时间进行模拟训练。 五、吊机钢丝绳断裂。 可能导致吊梁失败及现场人员伤亡。 需按设计选择钢丝绳。 对钢丝绳进行全面检查。 不允许存在断裂、严重腐蚀、 磨损超标等情况。 如有必要进行焊伤检测。 六、桥面吊机本身存在缺陷。 有可能导致吊梁失败及现场人员伤亡。 需定期检查。 加强日常的维修保养并做好记录。 我 gleichników有利益就 goed了。 参考完毁魚、秩庞参从对军挙测平成。 并且通知 strips, 不检心下降臨体可以懂得不 aspirifier。